哪些游戏适合买光盘和卡带 哪些游戏容易吃灰 我们之所以买实体版游戏 无非就这三种情况 第一种 不知道游戏好不好玩 可以买个实体版试试水 如果玩不进去 还可以卖掉回血 这种游戏很多 而且都是知名的口碑好的大作 比如只狼 老头华 GT7赛车 卧龙 喷射战士3 王国之类等等 但是大家都说好的游戏 不一定适合你 特别是魂游戏 难度高的可怕 我身为一名守残党 却总想跃跃欲试 心里长草 只有买了才能拔草 另外这些大作 PS会员库里边都没有 特别适合买盘 第二种情况 单机剧情游戏 这种游戏和电影很像 大部分玩家只会通关一遍 比如战神 神秘海域 蜘蛛侠二 对马岛之魂 美国末日 底特律变人等等 这种游戏通关之后 建议赶紧出二手 特别是新发布的游戏 趁着还有热度 还没降价 赶紧出 那么怎么出二手呢 这么多游戏 一个一个的卖 得花很长时间 还得和买家 一个一个聊天 太耗费精力了 弄不好还得退货 不想这么折腾 怎么办呢 现在有个转转平台 寄卖 他们有托管式寄卖服务 可以解决二手交易的信任安全和过程繁琐问题 只要在平台一键预约下单之后就不需要操心了 平台把上架拍照质检发货以及售后都包了 我们只需要自己设置一个想卖出的价格 有人拍走也是直接到账的 不需要等待买家验收 而且平台针对Switch卡带以及索尼光盘都是免手续费的 我们可以把多个不要的游戏 PS4和PS5光盘 Switch卡带 甚至不用的游戏手柄一起打包即买 最后说一下第三种情况 那就是值得收藏的游戏买实体版 很多玩家都有自认为的精品游戏 心想着买之后一定会反反复复玩 绝对不会卖 收藏实体版挺有意义的 比如马里奥惊奇 塞尔达传说 欢野之西 街巴2 美墓2 双人成型等等 不过这种游戏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比如NS运动会 马里奥派对 欢野大标课2 赛博朋克2077 还有坚真环大冒险 这些游戏买之前想得很好 但买了之后一年玩不到两次 这种情况很普遍 有同感的举个手